詩子新學會項目主任吳建華先生 香港有這麼嚴重的醫生短缺問題 就是因為醫學霸權要保護本地大學培訓出來的醫生 設立重重的門檻,令到外地醫生不想來香港執業 其實很諷刺,好像我手上這些由外國醫學院頒發的證書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診所裡面都看到 醫生還要把那些由蘇格蘭、愛丁堡、格拉斯哥醫學院的學歷放在醫委會網上 好像招牌一樣讓人去瀏覽證明自己的醫術是有國際的水準 既然在港大和中大畢業的醫生拿著這一類的證書就可以在香港行醫 為什麼如果有一個醫生拿著同一張sert 但不是港大和中大畢業的 他是香港人都好,懂得說廣東話都好,都不可以呢 還有更加諷刺的就是港大和中大都是採用英制的醫學教育系統 中大醫學院自己都說他們的醫學課程是參照牛津和劍橋的醫學院 既然大家都是接受同樣的醫學系統培訓 為什麼不是在港大和中大畢業的就不行呢 所以我認為如果香港要解決醫生短缺的問題 就是恢復1997年之前的救濟 取消所有針對外地醫生來港的門檻 引入多些外地醫生 打破香港醫學霸權的保護主義 否則在每一天香港有150人來港的情況下 香港醫生短缺的問題只會繼續下去 謝謝